同学们好 很高兴能够陪伴大家再次走进语文课堂 在开始新课之前 先请同学们准备好纸和笔 我们要来进行一次小听写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好,现在请认真听 同学们,听写的时间到了 请大家准备好纸和笔 语文原地一 底,海底的底 底,海底的底 圆,原因的圆 圆,原因的圆 处,到处的处 处,到处的处 地,传递的地 地,传递的地 听写到此结束 你们写对了吗? 请同学们对照大屏幕 检查一下自己都写对了吗? 如果都写对了 请在自己的本子上 画上五颗五角星 好 同学们 提起唐代大师 你会想到谁呢? 会想到李白吗? 他曾写下 小时不时月 忽坐白玉盘 会想到孟浩然吗? 他曾写过 夜来风雨声 花落知多少 一定也会想到王之焕吧 他曾写下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今天的语文课 我们将从一个唐代诗人的故事 开始 这位诗人 就是鼎鼎有名的白居易 白居易五岁开始作诗 日日情学苦练 十几岁便在家乡 小有名气 十六岁时 他长途跋涉 到京城参加考试 一到长安 他便拿着自己的诗卷 去拜访赫赫赫有名的诗人 顾矿 希望能得到顾矿的指点 顾矿 见白居易是个乳秀未干的年轻人 便有些轻慢 当他看到诗卷上署名白居易时 更绝得可笑 便说 长安米贵 居大不易 你还是快回乡下去吧 听了这话 白居易并不编辑的 而是送上了自己的诗 顾矿打开诗卷一读 不禁站起来 高声赞叹道 好诗 他一改刚才的态度 郑重地对白居易说 你能写出这么好的诗 别说长安了 就算整个天下居又何难呢 从此 白居易明冻今诗 究竟是什么诗 让顾矿大为欣赏呢 今天 我们就一起来学习这首 复得古原草送别 请同学们 根据课本上的拼音 大声地把这首诗读两遍 边读边把声字圈划起来 现在开始吧 好 都读好了吗 请跟老师一起来读一读诗题吧 复得古原草送别 同学们注意到诗题后边的括号了吗 节选是什么意思呀 是啊 这首诗原来一共有八句 课文只选择了前面的四句 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原诗是怎样的吧 全新流 明诗不得古原草送别 唐代白居易 离离原上草 一岁一枯容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远方清古道 秦翠皆荒成 又送王孙去 琪琪满别情 你看 原诗一共是有八句的 但是我们的课文 是节选了其中的前四句 现在请同学们认真地听老师朗读 边听边想 老师是怎么读的 复得古原草送别 节选 糖 白居易 离离圆上草 一岁一枯蓉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好了,同学们 老师是不是读得很有节奏啊 请同学们学着老师的样子也读一读 读出古诗的韵味来 开始吧 开始吧 好,同学们 好,同学们都读好了吧 读古诗要读得慢一些 要读得有节奏感 这样才能读出古诗的韵味 这首诗的诗人是唐代 这首诗人是唐代的白居易 你们知道白居易写的是什么景色吗? 对了 他写的是原野上的野草 春天的景物很多 有五彩的鲜花 有清澈的小溪 还有嫩绿的柳条 这么多的美景 白居易却偏偏选择了 毫不起眼的野草来写 这是为什么呢? 接下来 老师读一句 同学们,接一句 我们边读边思考 诗人底下的野草 是什么样子的? 离离圆上草 野火烧不尽 好,同学们读得非常棒 让我们一起来看 离离圆是什么意思呢? 对,它就是茂盛的样子 第一句诗的意思就是 原野草 原野上的草长得很茂盛 岁是年的意思 一岁就是一年 枯的意思是枯萎 草的意思是 冒险 第二句诗的意思是 秋天 野草枯萎了 第二年春天 它又会长得非常的繁忙 请同学们 大声地读一读 一二句诗 读出野草 茂盛的感觉来吧 好,我们再一起来看三四两句 野草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这两句诗是什么意思呢? 同学们思考一下吧 对了 这两句是说 大火无情地烧 也不能把野草烧尽 等到第二年春风一吹 小草又顽强地从地里钻出来了 同学们 我们一起来把三四两句诗读一读 边读边在脑海里想象 小草顽强地从泥土里钻出来的画面吧 好,同学们 你们都读得非常好 学完了整首诗 让我们再一次大声地朗读这首 《赋得古原草送别》 开始吧 读得很棒 诗人其实是赞美的原野上的草 他们的生命力是多么的顽强啊 同学们 请和老师一起大声地试着背一背这首诗 好吗? 准备好了吗? 那我们开始背诵了 《赋得古原草送别》 《节选》 《行》 《白居易》 《离离原上草》 《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都会背了吗? 今晚 请同学们试着把这首诗背给爸爸妈妈听 好吗? 接下来 让我们轻松一课 一同走进诗词大会 和选手们一起打题吧 长安米贵与夏略哪位诗人有关? A 杜复 B 李商尹 C 白居易 长安米贵与夏略哪位诗人有关? 同学们赶紧选择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 现场选手是怎么打题 长安米贵 讲的就是白居易的故事 同学们 你们答对了吗? 春风轻轻地吹 吹绿了原野上的小草 也低声呼唤着笋牙儿 笋牙儿揉揉眼睛 深深揽腰 瞧 他醒了 今天我们要来共同阅读一个童话 童话题目就是 笋牙儿 首先 笋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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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啊 笋牙儿被叫醒了 他揉了揉眼睛 伸了伸懒腰 看看四周 仍然一片漆黑 仍然一片漆黑 撒娇地说 是谁在叫我啊 轰隆隆 轰隆隆 雷公公把藏了好久的大鼓重重地敲了起来 他用粗重的嗓音呼唤着笋牙儿 笋牙儿扭动着身子一个劲地向上钻 妈妈见了 忙给笋牙儿穿上一件又一件衣服 还不停地唠叨 别着凉 千万别着凉 笋牙儿终于钻出了地面 他睁开眼睛一看 啊 多么明亮 多么美丽的世界啊 桃花笑红了脸 柳树摇着绿色的长辫子 小燕子叽叽喳喳地叫着 笋牙儿看看这儿 看看那儿 怎么也看不够 他高兴地说 多美好的春光啊 我要快快长大 春雨姑娘不断地爱抚她 滋润她 太阳公公照耀她 给她温暖 孙牙儿脱下一件件衣服 长成了一株 健壮的竹子 她站在山岗上自豪地喊着 我长大了 好 课文录音听完了 接下来 请同学们 借助课本里的拼音 大声地朗读课文 标注了拼音的字 同学们可以反复地多读几遍 现在开始 好 让我们一起来看到 课文录音的生字词 跟老师来读一读吧 笋牙 第一个词是儿化音 我们在发完了牙字的音以后 舌头自然地往上一卷 跟老师再读两遍 笋牙 笋牙 接着往下读 弹奏 弹奏 乐曲 乐是一个多音字 她也念乐 快乐的乐 在这里她念乐 乐曲 呼唤 醒醒 揉眼睛 同学们可以做一做揉眼睛的动作 漆黑 撒娇 轰隆隆 扭动 钻 牢 牢 这个词念作 牢 你看 两个字都带有口子旁 这说明 这个词也许和说话有关 是的 它表示的意思就是 一句相同的话 反反复复说很多遍 就是牢 盖 只针 一箭 铸开 长辫子 一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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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箭 爭 开 一滓 山高,刚念作第一声 山高,自豪 好的,现在老师把所有的拼音都去掉了 同学们还能认出它们来吗?试一试吧 同学们真棒,接下来我们玩一个小游戏 老师任意指一个词,同学们大声地读出来,好吗? 好,注意集中,准备好第一个词 读得很好,第二个词 很棒,第三个词 很正确,第四个词 再读一遍 第五个词 同学们,你们实在是太棒了 接下来,请同学们小声地读一读课文 读一读课文一共有几个自然段,并且标上序号 一共是七个自然段,你们数对了吗? 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看看课文 同学们,我们一起来看看课文 试着填一填大屏幕上的这张表 好,开始吧 经过认真的思考 经过认真的思考 我相信同学们一定都有答案了 我们一起来填一填吧 第一位 第一位来帮忙的是春雨姑娘 她弹奏乐曲,低声呼唤着笋牙 笋牙揉揉揉眼睛,伸了伸懒腰 她说,是谁在叫我呀?第二位是雷公公 她敲起大鼓,轰隆隆 笋牙扭动着身子向上钻 竹子妈妈赶来了 她给笋牙穿上一件又一件衣服 不停地唠叨,别着凉 千万别着凉 笋牙钻出地面 看到了这个美丽的世界 春雨姑娘爱抚她,滋润她 太阳公公照耀她,温暖她 水牙脱下衣服,长成了一株健壮的竹子 她自豪地喊着,我长大了 同学们,你们很会读书 接下来,请你们根据这张表来说一说 笋牙是怎样长成一株健壮的竹子的? 大家都回答得很有条理 那么,通过笋牙的生长过程 我们感受到了什么呢? 请看这一栗 是啊,在笋牙的成长过程中 有这么多人关心和帮助着她 其实,每个人的成长和笋牙的成长是一样的 离不开他人的关爱和帮助 你们看,爸爸妈妈给了我们一个家 照顾我们生活 老师带领我们学习 让我们增长知识 让我们增长知识 交警在校门口维持交通秩序 保障我们上下雪的安全 医生为我们赶跑病毒 让我们拥有健康的身体 有许许多多的人 在默默地关心着我们 帮助着我们 为我们的成长保驾护航 同学们 你们想对这些人说些什么呢? 我想,千言万语都化作一个词 那就是感谢 今天的课就要结束了 请同学们 在课后,有感情地朗读童话 笋牙 这节课,我们上导着 下课